由于川普总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朝鲜问题上存在分歧 川普的韩国之行被认为是他此次亚洲之行最大的挑战 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思洋来介绍 思洋你好 你好 川普总统是刚刚结束了在韩国的访问了 那么当天活动的重点是什么 对 其实应该说这个川普总统这次访问的最大特征 就是他没有继续威胁要对朝鲜发动战争 相反他呼吁朝鲜坐上谈判桌 他还表示希望永远不要使用武力 我们现在就是先听一下 先听一下他与文在寅在联合记者会上的一个说法 是的 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很多进展 展现了很大的力量 我认为他们明白我们拥有无可比拟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前所未有的 你知道我们派遣了三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 他们现在已经就位 我们还有一艘核潜艇也已经就位 我们有很多正在着手的事情 我们希望 事实上让我更进一步的说 我们由衷的希望 我们永远不必使用它们 后来他在被记者问到 他是不是还要认为与朝鲜的谈判 是在浪费时间的时候 他也回避了这个问题 然后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说 这样的说法是 做法非常不符合他的个性 然后他还表示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看到了 他虽然说他没有 就是说希望朝鲜回到谈判桌上 但是后面我们发现 他实际上也在有一点点炫耀 就是说武力的问题 不过他在为了这次的访问 他做了一些就是努力 比方说他没有过分的刺激朝鲜的行动 甚至他没有像其他的前任一样 前往那个韩朝边境的 这个非军事去访问 不过这也并不代表 美韩不做战争的准备 川普在于文在寅两个人都表示 要强化美韩的军事同盟 文在寅还说 韩国将从美国购买雷达和导弹 等一批先进的武器 主持人 在川普总统出访之前 许多媒体都在说 说他对韩国的访问是最大的挑战 为什么这样说 这个好像就是因为 跟他过去的强硬态度 和韩国总统 以及大部分韩国民众的这个说法 想法 在朝鲜问题上的想法 是不太相同造成的 然后皮尤调查 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四分之三的韩国人认为 川普很危险 甚至与那个金正恩一样的危险 然后呢 这个文在寅是一直比较温和 他之前强调与朝鲜进行接触 但这个想法因为朝鲜的拒绝破灭了 但是他一再强调 没有韩国的同意 没有人能够在朝鲜半岛上发动战争 而且在那个川普访问前的一两天 他还重申了这个立场 我们呢刚才的新闻片当中也看到了 就是说在首尔 有很多人欢迎他 但是也有很多人在 也有一些人在那个反对他 然后呢 川普的支持者是希望他向朝鲜的政权 传递立场强硬的信息 但是反对者觉得这个批评川普 在强迫韩国与美国进行军事交易 主持人 到亚洲的这个行前呢 中国好像和韩国呢 是改善了关系 那么最重要的是 韩国呢 他没有考虑在追加部署 这个所谓的萨德这个系统 那这样的做法 是不是有助于解决朝鲜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先听听韩朝问题专家 韩国时报的专栏 做一下金东炫的说法吧 这样的进展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以劝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 有更多的合作 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 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那样 在朝鲜问题上 不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那个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的 一个亚洲专家叫詹姆斯·肖夫 他也说韩中关系的升温 也有益于美韩关系的改善 因为中国对萨德的问题施压 让美韩关系也面临了压力 主持人 好的 感谢记者四扬 在新闻中心的报道